好的,谢谢主持人华庆 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能再次见面了 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 在这个美丽的星期六下午 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金刚经 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陈淑林 是南洋孔教会青年团的团委 也是今天的分享人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五讲 我们将进入金刚经的第六品 还有这个第七品 那在进入这两品以前呢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上一讲的这个内容 那上一讲呢,讲到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好,上一讲的主要是讲到 佛陀啊,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 以及呢,认识真正佛法 就是无所住 随时随地呢,不着相 那真正修到无所住呢 就是福德成就的时候了 那有需要回看的朋友们呢 可以到我们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的这个脸书 或者是YouTube 那查看我们金刚经的这个回放 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 金刚经的第六品 那好的,这是第六品的经文 那我来给大家念一念 第六品 正信息有分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 德文如是言说张句 生时信否 佛告须菩提 莫作时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当知世人 无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众善根 于无量千万佛所 众诸善根 文是张句 乃至一念生 尽信者 须菩提 如来 细知细见 世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何以故 世诸众生 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世诸众生 若心取相 即为着 我人众生 受者 若取法相 即着 我人众生 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即着 我人众生 受者 世故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事亦故 无来常说 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法相 因舍 何况非法 好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句 须菩提 白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 得文如是 言说 张句 生时 信否 那金刚经呢 就像是 伦理 孔子 还有他的这个 学生之间的 这个对话 那金刚经呢 就是师生 问答的记录 我们呢 就要敞开 我们的心 去明白 去了解 像现在呢 佛告诉 虚谱提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所以呢 如果 我们的这个 梦中呢 看到了佛 或者是 佛呢 真的是站在 这个云端上 其实呢 是我们的心 着了魔啊 那不是真的见佛 那必须呢 赶紧 扫除 断除这个幻象 那好 这里呢 先跟大家 分享这个 禅宗 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文喜禅师的 这个故事 文喜禅师呢 他从小就出家 三十几岁呢 就开始 参禅了 只是呢 总不能开悟 于是呢 他就 从南方 三步一拜呢 拜到这个 三西古台山 文殊菩萨的 这个道场 那文殊菩萨呢 我们都知道 他是这个 七佛之师 智慧啊 是第一 那释迦牟尼佛呢 还有许多的 这个佛菩萨 多生累劫呢 都是他的这个弟子 所以呢 大家 如果要求智慧 要想开悟 都是 三步一拜呢 去到这个 武台山 文殊的道场 那也有人呢 拜了三年 两年 才拜到 为的呢 就是要见 这个文殊菩萨 那话说啊 这位文喜和尚呢 拜到了这个 武台山的 金刚窟 那就看见了 一个老头啊 牵着一头牛呢 就 胡子白白的 头发呢 也是白白的 那就请他呢 到这个 茅棚喝茶 那当时呢 两人呢 就相谈圣欢啊 聊了起来 于是呢 这个老头子呢 就问他道说 和尚啊 你了不起啊 三步一拜的呢 是从哪里来的啊 那文喜就说 我从南方来的 想求见这个 文殊菩萨 那老头子就说啊 南方的佛教 怎么样啊 他回答说 南方的佛教啊 马马虎虎啊 所以呢 我就到这里来 想求见圣人 那你们北方 武台山的这个佛法 怎么样啊 那老头子就说 龙蛇混杂 凡圣同居 那 这个老头子说的话呢 好像也没错 其实呢 这整个世界 人类的社会呢 都是有圣 也有魔 都是龙蛇混杂 凡圣同居 有好人 也有坏人啊 那 文喜就问道 武台山 一共有多少出家人啊 那这老头子呢 就回答 前三三 后三三 那这一句话呢 千年来啊 也没有人知道 他在讲什么 那一般修道的人呢 就讲 前三三 后三三 这就是呢 要人修气脉 就是这个瑜伽科学呢 也有在讲这个 包括 前三观指的是 我们眉毛中间的这个 印堂 然后 这个胸间的这个 弹钟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肚脐下面的这个 下丹田 那后面呢 有三观 就是 魏驴观 然后这个夹椎观 还有这个预诊观 这里是什么观 然后那里是什么观 都是在讲这一个 都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那今天呢 我们只是 简单的带过而已 其实呢 这个可以做这个话筒来参的 前三三 后三三 就是 禅宗的这个话筒 那么两个人呢 谈到这里 那老头子就问这个 文喜关于佛法的这个问题 这位文喜和尚呢 却答不出来啊 那老头子 皱了眉头一下 就叫了一声 送客 这个时候呢 毛棚后面呢 就出来了一个童子 就说 是啊 您请吧 就把这个和尚呢 送出了这个毛棚外了 那这个文喜呢 和尚啊 就要回头 要道谢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文书 是骑了一只这个狮子呢 站在空中 可谈啊 这位文喜呢 千里迢迢 三步一败的呢 要见这个文书 这时候啊 才发现原来呢 你这个文书菩萨 当面对谈啊 而不自知 真是后悔莫及 痛哭流涕啊 那从此以后呢 这个文喜啊 就发奋的努力 终于呢 大彻大悟 那文喜呢 误了以后啊 他就到这个丛林呢 做了这个苦工 意思呢 就是说到了一个部队里面 当这个伙夫 就在大陆上的禅林中呢 就叫做饭头 那饭头的这个工作呢 很辛苦啊 那一个庙子里面呢 有千几个人在吃饭 然后那个大大的这个饭桶呢 个子矮小一点的 站在那里做饭的这个伙夫呢 那我们从外面呢 看过去绝对是看不见人了 要煮一千多个人吃的这个饭啊 所用的这个锅铲的这个重量呢 如果没有练过武功的人呢 那都是拿不动的 所以呢 这个少林寺学功夫啊 只要能够烧三年的饭 功夫呢 就不得了了 那米呢 要整袋的倒进这个锅里去 翻脚的时候呢 要有这个武功啊 才能够转得动那个锅铲 那文喜禅师呢 因为自己悟了道了 所以呢 他愿意发心 为大家做苦差事 行人呢 所不能行 忍人啊 所不能忍 这就是菩萨道了 那有一天呢 这个文喜在做饭的时候呢 这个文书菩萨啊 就在饭锅上现身啊 那还是骑着他那只狮子 在饭锅上跑圈 那文喜就看到文书菩萨 就是当年他在五台山 金刚窟看到的那个老头子 那他立刻呢 就拿起那个锅铲呢 一边呢 就要打下去 一边嘴里就说啊 文书是文书 文喜是文喜 你跑过来这里干什么 你是你 我是我 文书菩萨的那个化身呢 就飞到空中了 一笑就说啊 这苦瓜连根苦 甜瓜彻底田 修行三大节 反背老僧贤啊 这苦瓜呢 当然是连那个根都是苦的 那甜瓜呢 当然都是 那个根都是甜的 我心心念念呢 非常的清楚 明白啊 但呢又丝毫没有的 这个执着沾染 那外面的 不管是佛来 摩来 菩萨来 我也啊 丝毫没有任何的 这个执着心动 那修行三大节数啊 连释迦牟尼佛 都是当过他学生的 这反倒呢 被老和尚讨厌 嫌弃啊 那我们人呢 因为啊 不明白自己的本性 终日呢 就心外求法 向外求 所以啊 患得患失 那如果呢 能够自悟自信 了解 众生就是佛 佛呢 是众生 又怎么会自寻烦恼呢 那这个文书的这个寂寅呢 其实啊 不是怕别人嫌弃他 而是啊 在赞扬这个文喜禅时呢 真的是已经大彻大悟了 同时呢 也在说明啊 三大这个阿僧奇节的 这个修行呢 今天啊 才真正的 逢到了之音呢 终于呢 有人懂他 认识他了 那原来呢 这个文书 文喜 在这个禅者的眼中呢 是自他不二的 那文书呢 就是文喜 文喜 就是文书 这说明呢 凡所有将啊 皆是虚妄 反复定名 那也就是这个禅宗祖师 我们后来讲的这个 佛来斩佛 魔来斩魔的这个道理 这也是呢 修行的无上秘诀 那从这个故事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啊 原来啊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 这个卓相 卓相罢了 所以说呢 我们千万啊 不能卓相 一卓相呢 后来啊 都不是我们自己了 这是反复请求我们啊 也是在告诫我们 不能卓相的这个道理 那禅宗呢 到后来呢 也有一桩 这个丹霞烧木佛的这个公案 那丹霞产师呢 是马祖道义的这个大弟子 那有一天啊 就有一次啊 这个冬天呢 冷起来 没有这个柴烧 他呢 就把这个大殿上的那个 木刻的这个 佛啊 搬下来批了 用来烤火 取暖 这是禅宗里面相当有名的这个公案 那当这个家师呢 出来就看到了 下得啊 是不知所措 就说 这烧的佛 这罪过是有多严重 有多大 是会有这个因果的 那说也奇怪 这个丹霞呢 当时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测啊 反正是这个当家的 他的胡子跟眉毛呢 都掉了下来 还脱了一层皮 那佛是丹霞烧的 这个因果 反而是落到了这个当家的身上去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是禅宗里头呢 相当有名的这个公案 也就是丹霞烧木佛 愿主若须眉的这个公案 那这些道理呢 都说明了真正的这个佛法 不着相的道理 那在丹霞禅室的心中呢 那佛的这个如来法身啊 遍及整个宇宙 并不仅只是啊 那个寺院中的那些啊 木雕佛像而已 就对这个禅者而言呢 那尊佛像啊 早已经超越了这个行之 宇宙真理呢 才是诸佛法身的这个表征 然而呢 这个愿主啊 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 佛啊 究竟是什么 所以呢 他才会着急生气的 那么当辖天然禅师的 这个烧佛啊 主要呢 为的是烧毁我们 这个眼见耳闻的 这个执着 因为呢 佛辨一切处 哪里有什么像可求啊 那如果啊 能够会得佛啊 自然就坐心中 所以啊 我们呢 要认识我们自己 内在的内尊佛啊 用功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着相 一着相啊 他就不如实了 这里呢 要再次提醒的就是 我们这个佛教的空的 这个概念呢 空呢 不是讲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上一讲呢 就有提到 那佛教讲的这个空呢 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呢 要消解 客观存在的 这个独立性 那破除我们的这个执着 这就是 心经里面 所讲的这个空 那我们知道 金刚经虽然没有提及 这个空字 但是呢 在这个精神上 金刚经跟这个心经呢 可以说是 出途同归 通过不同的这个途径呢 到达同一个目的 那他的背后的这个思维啊 是一样的 那上一讲的这个内容呢 主要呢 就是要破除我们对佛生的这个认识 那我们所认识的呢 只是佛陀认识的这个呈现 不是真实的这个佛陀 真实的这个佛陀呢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个感官 还有这个理性 乃至呢 任何的这个思维啊 这个活动呢 有这个结果 那讲到最后呢 佛生呢 尚且无相 所以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悲相 则见如来 那对于 佛的这个说法呢 在第六品中的这个开头呢 虚菩提就提出怀疑的问题了 也就是 听完佛陀的这个讲法呢 这个虚菩提啊 他是感到 很吃惊啊 他说 佛啊 你这样讲呢 这样讲的以后啊 将来 有众生 得文如是言说 张俊 听到你这样讲呢 尤其是 金刚经这种 理论流传到后世呢 生实信佛啊 他们能够相信吗 那一般人呢 他信佛呢 都是要着相的 完全不着相呢 他们能够办得到吗 这违反传统啊 让人呢 是难以置信的 那任何的宗教呢 都不敢这样子 这个圣殿所供奉的 这个神像啊 谁敢去破坏他 谁敢扫除他 那颇有众生 颇有呢 就是不止一个 可能呢 会有很多人 实信 也就是呢 真正的这个信仰 生实信佛 就是会啊 会不会产生 真实的这个信仰 这个是新的问题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结论呢 太令人吃惊了 太令人震惊了 所以呢 虚菩提就代表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呢 佛就预言了 佛告 乃至于念生 尽信者 就是佛告 须菩提啊 末座是说 就是 这个佛呢 就告诉须菩提说啊 你不要有这样的看法 千万不要这样说 没错 那听到这样的讲法呢 的确是 非常的震惊 一般人呢 很难相信 那么 谁才会相信呢 什么人才会相信呢 这个时期 距离这个 原始佛教大概是500年 所以呢 500年的这个讲法 从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是有理由的 是有根据的 那中国人也讲 这个500年必亡者出 这个是孟子的话 那佛陀说 如来灭后 后500岁 会有一些 持戒修复者 那这个持戒呢 也就是 遵守宗教的这个戒律 这个规范 不犯戒 他的行为呢 是正当的 正派的 持戒 则修复 那我们知道 佛在世的时候呢 是叫做正法时代 也就是指 由这个原始佛教 小圣佛教 到进入这个大圣佛教 有口传的这个佛教 然后到这个书写的这个佛教 经历了500年 那佛过世以后呢 就是这个向法时代 就是有佛像 有经典的时候 那么这个金刚经呢 也是在这个时候出世的 那文化的这个传扬 跟工具有关 也就是这个文化的载体 比如西方的这个马丁伦德 Martin Ruder 他的这个新教呢 之所以传得这么快 是因为这个 一刷树的这个帮助 那所以金刚经 最后有一句话 叫做 受词读诵 为他人说 就是呢 要抄写 然后呢 要读诵 为他人演说 那比如 这个基督教要传福音 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呢 到了这个佛经没有了 只有明信的时候呢 就叫做末法时代 所以呢 佛陀就说 等我过世500年后呢 有人啊 真正的实戒 修复 多行这个善道 那功德到了 那他的智慧打开 就可以相信这些话了 是的 的确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以前没有这个金刚经 大家一读 当然是非常的震惊 会存有疑虑 同样的今天啊 我们呢 也是一样会问 这些真的是 佛陀所讲的吗 这个讲法 从来没有听过 能相信吗 那可不可靠啊 所以呢 就会提出一些问题 那现在这个金刚经 第六评呢 就是要来回答 这些问题的 那刚刚呢 就讲到 释迦牟尼佛说 有人执戒 有人守戒 修这个福报 福报 修成就了 才能得到 无上的这个智慧 那么要想得到 这个无上的智慧 不是求得来的 而是修来的 要修一切的这个善心 一切的这个功德 才成就无上的 这个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 是悟得的 是这个持戒 修福而来的 守戒 累积起来的 然后呢 再加上 诸恶末座 众上奉行的 这个修福呢 才能真正的 得到大福报 大智慧 那佛呢 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在他过世以后的 这个五百年呢 有持戒修福的人啊 才能够相信他的话 那么五百年后呢 这个文化演变呢 就更不同了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站在 这个物质文明的 这个发展来讲呢 时代是越来越进步 那站在人文 这个道德精神来讲呢 则是越来越堕落 是退步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讲 时代进步 其实呢 是站在文质 这个物质文明的 这个立场来讲 那佛法呢 从人文的这个立场 来看时代的 一代啊 真的是不如一代 那持五百年呢 人的这个智慧呢 就会变得 越来越低 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呢 人啊 十几岁呢 就可以生孩子 男人呢 可以跟男人结婚 女人呢 可以跟女人结婚 这个脑袋呢 非常的发达 四肢和这个 两手两脚啊 是越来越小 很聪明 可是呢 没有智慧啊 那草木呢 都可以杀人 这就是讲呢 那换句话说呢 那就是灾难啊 然后病痛啊 战争呢 随时存在 这就是末法的时候 那五百年后呢 有人真能够 对于这个末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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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的这个说法 能够注解 真的这个 过了智慧呢 才出来 这是非常难的事 一般呢 的这个人啊 他们信仰宗教呢 都只是注重在形式上 而且呢 是有这个目的性的 多半呢 是以有所求的这个心啊 来求无所得的果 达不到这个目的呢 就是别人的问题 没有反过来 好好的反省自己啊 那如果这个佛陀 跟我们讲的这些道理 我们听不懂 那只好慢慢来了 将来再说吧 那个将来再说呢 也许就是 三大节以后 才再讲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如果听不懂 只好呢 三大节以后再说吧 是这个意思的 那现在 佛说的这个真理呢 是非常的平凡 而且难相信的 那佛说呢 后世有人 对于这个平常的这个道理啊 也就是大道 信得过的呢 要有这个大福报啊 才行 那这个大福报呢 欧世世间的宏福哦 所谓的能够生信心 可不是迷信 是理性上的这个正信 以此为实 认为呢 这个是真实的 实在的这个真理 那佛说啊 我们要晓得 将来呢 世界上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不止 跟过一个佛 两个佛 三个佛 四个佛 五个佛啊 而中的善根啊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也不止 是这一生一世 修智慧来的了 他是已经 已于 无量千万佛所啊 不知道呢 经过多少事 也就是呢 他已经是 历劫修行 累积这个 无限福德啊 那在这些 有成就的人前面呢 学习过的了 种族善根呢 他已经是做了 无量的这个好事 种了这样大的这个善根呢 才生出这样的大智慧 那也因为呢 知见非凡 故能够啊 文事将去 就是立即呢 能够立刻啊 就是一念生 尽兴 不需要多言啊 便认定呢 这些就是 这个佛陀的话 没有怀疑啊 这样的人呢 就是我们刚刚就提到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 非相 则见如来的这个观念 他非常的相信 甚至于呢 一念之间呢 生出来的这个净性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净性 这个净性啊 很不简单啊 他不是正性 而是净性 净性呢 就是很干净 空灵 什么妄念都没有 那心境呢 清净到了极点 那心地上的这个净土呢 能够生出净性 假使有这样一个人呢 一个生净性的人 他已经是悟到了 已经到达 真正无所住 到达 这个一念不生 全体现了 那金刚经呢 开始叫我们 无所住 无所住呢 就是一念不生 全体现了 那这个才是净性 净性呢 是要正德的 不是理论上了解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这一句 虚菩提 如来 西枝 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 无量福德 何以故 是诸众生 无父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佛说啊 虚菩提 我完全明白 也通通都知道 通通啊 都看到 那我亲眼呢 就是看见过这一种人 那知道他呢 已经是得到无量的功德啊 那现在的这个观念来讲呢 就是真正的得救了 得到这个大福报 大功德 那佛说的只是这一句话 但是啊 我们晓得 证得这个真理啊 是非常的难啊 那达到这个智慧呢 就更难 一个人呢 要达到了一念尽信啊 知道呢 凡是所有的这个现象啊 都不是 而是呢 一切这个无相 连无相也没有 能够这样悟道的人呢 就得大福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个人呢 他这一生呢 已经到达了这个佛境界 他就是肉身佛了 那为什么说他到达这个佛境界呢 这是因为啊 这个人呢 已经到达了无我相 无人相啊 真正的这个尽性了 那一念的方向 当然是无我相 也无人相啊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惜知惜见 也就是说 佛陀全都明白 全都知道 全都看到 但是看到什么呢 知道什么呢 就是看到这一般众生呢 能够一念生 尽信 就知道呢 他们呢 已经是得到无量功德了 那已经是无父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了 也就是呢 已经破除了 对所有存在的这个执着 这四项呢 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 人的一切的这个 这个痛苦烦恼呢 都是这四项来的 那从心理学上来讲呢 这四项呢 就是四个观念 也就是人类普遍的这四种现象 那每个人的这个我相啊 都很重 那说起来呢 也很微妙 一如讲 我躺在这个阳台 午后的阳光里 那我身体呢 很舒服啊 四肢呢 都像松了的这个旋 一样的舒缓 整个人啊 都很舒服 舒服到呢 忘了自己的身体的存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人突然拿针 扎我们一下 那我一疼 在疼的那一瞬间呢 这奇妙的这个 生命现象就发生了 在疼的这个 无意识的这一瞬间呢 我们不会以这个第三者 或者是旁观者 去体验那个疼 那我们自然呢 就会感觉到我疼 疼里面呢 好像自然有个我 那我们注意啊 这个语言呢 在描述这些 微妙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都显得特别的便宜 因为呢 这些都是我们天然的感觉 我们从来呢 就不曾有意这些 细微的感觉 对这样的感觉呢 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我们认为呢 是理所当然了 那当我们呢 开始像这些 天然微妙的这个感觉 进行剖析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这种剖析呢 很奇怪啊 那真一张疼的那一瞬间呢 一个无意识的 这个我疼的感觉呢 就会疼然而起 那不是纯粹的疼 是我疼 那我们呢 从小到大呢 都不曾起疑啊 不曾怀疑 那个我疼之我是否真实 是真实的吗 再比如 我们现在啊 把眼睛闭上 闭上片刻 然后呢 突然的睁开 睁开那一瞬间呢 我们就要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眼前的这个景物 对吧 那在我突然 睁开眼睛的这一瞬间呢 看见眼前景物啊 的这个时候呢 那个看见的感觉里面呢 也会自然有个我 也就是呢 突然睁开眼睛 感觉看见的那一瞬间 这种看见的感觉 也不是纯粹的 也会是有个无意识的 我看见 这种感觉呢 疼然而起 也就是说呢 看见这种感觉呢 好像也自然有个我 这一点呢 很玄妙 那我们呢 一定要啊 细细的去体会 那按我们刚才 讲的这个方法呢 做几次的这个实验 去体会一下 把眼睛闭上 然后突然睁开 那一下呢 看见这个景物了 是不是自然 有个我 疼然而起 觉得这个我 看见了 好好体会一下 那我们从小到大呢 天天 闭眼睁眼 闭眼睁眼的 看见这个 看见那个 那我们从来 就不曾起 这个我 看见的这个 我的感觉呢 是真实的吗 那这个我像呢 非常的 微妙和微喜 那我们呢 要好好来体会一下 那刚刚呢 我给大家举的 这个例子 然后呢 这个我像呢 就藏在我们 自己的这个 六根里头 就是眼耳鼻 神身意 藏在这六根里头 因为这个我像呢 就进而啊 形成了这个我之 那人呢 处处都落在我像 那如果我像啊 能够是去掉 就不一样了 那我像去掉了 当然就无像啊 一切就平等啊 看一切众生 皆是佛啊 看天下的这个男女 都是父母啊 看这个天下的子女啊 是我们自己的子女 能够做得到这些呢 就是因为啊 无我像 无人像啊 自然呢 就会做到 无众生像啊 然后平等 也无所谓这个受者像啊 那活得长 活得短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生死呢 看得很通 这个受邀同事 生死一条啊 这是庄子的观念 生与死呢 是一个道理 跟早晨晚上啊 是一样的 那到了晚上啊 就要休息啊 不需要呢 绝食练梦 梦练醒的 就是我们清醒的时候呢 回味着美梦 然后处在梦中的时候呢 我们又盼望 这个清醒啊 那醒后呢 又凯探啊 还燃生如梦啊 那这个像呢 在外境界啊 是现象 在这个心理上呢 是观念 是这个主观的观念 那下面这两个 更重要的 就是无法像 亦无非法像 一切的这个客观存在的 这个形象呢 皆不存在 所赋予的这个符号啊 也都不存在 亦无非法像 是双重否定 其实呢 就是这个正反两面呢 都否定 皆否定 比如说 这个无法像是A 无非法像啊 就是非A 既无A 也无非A 超越一切分别啊 那因为一有分别呢 我们就会赋予符号 赋予这个判断 那始终呢 不能脱离这个执着 所以呢 一定要彻底超越二分法 那也就是说 无法像 一切佛法呢 以及什么叫做佛法 我们呢 都要把它放下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不着相啊 统统放下 这是无法像 但是呢 我们呢 要认为什么是 什么都不是 一切都不是 这个佛也不是 连不是 连不是也不是 那样呢 我们又落在 这个是上面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呢 都否定 对不住 那是错了 那我们呢 又落在了 一个对上面 那这个对呢 是无非法像 换句话讲的 就是一切都不是 一切也是 是也不是 不是也是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 即为着 我人众生受者 若取法相 即着 我人众生受者 何以故 若取非法相 即着 我人众生受者 事故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好 这个若心取相 如果我们的 这个心呢 就是通过 这个主体 活动 取相的话 就会着 我 人 众生 受者相 也就是呢 一切相 就会出来了 那 若取法相 也是一样的意思 若取非法相呢 则是反面过来讲 同样如此的 就是 始终 离不开我们 对这个 对象世界的 这个认识 始终呢 离不开这个符号 始终呢 离不开这个二分法 那很多人呢 以为啊 不在这个左边 就一定在右边 那不在下面呢 就一定在上面 那就是跌入了二分法当中了 所以呢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用符号来表示 的话呢 就是 不要A 也不要非A 两者呢 同样要超越 才无所执着 才能呢 真正的彻底自由 这里呢 反复说明 反正 讲空不完全对 不是佛法 执着有呢 它也不是佛法 非空非有 也不对 既空既有 也不是佛法 这的确是不容易啊 所以呢 真正的这佛法呢 是能断金刚 过热 过容易 要想悟道 是要真有智慧啊 那佛呢 他又很坦然的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道理 事故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那这个真正的这个学佛呢 不应该着相 也不应该不着相 这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呢 要着对的相 这真的是很难办的 这里呢 让我再来分享 两个故事 那虽然听起来呢 是一个笑话 但是呢 其中是有真理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话说呢 这个孔子啊 绝量已成 学生呢 就向老师建议 向对面的那个有钱人 借一点米来吃 那孔子心里其实是很难受的 那好嘛 你们坚持要这样 你们去借吧 那谁去啊 那子路呢 向来是最冲动的人 那子路就去了 那敲开门 那个人呢 就问 你是对面那批 落难的人吗 那你既然是这个孔子的学生 一定是认得中国字 那我写个字给你认 认对了 不用说借 送给你们吃 那要是不认得 就不借 有钱 我也不卖 他呢 就写了一个真假的真字 那子路就说 这个字你还拿来考我 哎 这是真吗 那这个人呢 就把门一关 说 你认不得 不借 那这子路呢 吃了这个闭门羹 那回去啊 就告诉他的老师 那孔子就说 我们啊 到这一步了 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 你还认真个什么 不应该认真了 那这一句话呢 讲完 子贡呢 就说 老师啊 那我去借 那这个子贡呢 当然是比 这个子路高明的多啊 于是呢 他又去敲门 那老头子呢 出来 又是写了这个真字 那子贡呢 想到 刚才那个子路 为了这个认真 识别了 那他就呢 说 这个是假字 那老头子更生气了 碰了一声呢 就把这个门一关 那子贡呢 跑回来就跟 孔子一报告 那孔子老师就说 哎呀 有时候啊 还是要认真的啊 所以呢 这个人啊 很难做啊 认真 跟这个不认真之间呢 很难拿着火候啊 所以呢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讲 做人的行为啊 那第二个禅宗里头的 这个故事呢 就是有两个禅师 是师兄弟 都是开悟了的人 那一起行脚 从前呢 这个出家人啊 他们的这个肩上呢 就会背着一根木棍子 上面呢 一个这个铁打的 方方的 叫做铲子 那和尚们呢 就背着这个 方便铲上路 第一呢 是准备随时 种植生产 带一块的这个番薯 还是我们叫地瓜的 在有泥巴的这个地方呢 将这个地瓜 卸下边角 然后买下去 等到一定的这个时间 这个地瓜长出来 就可以吃了 不需要到外面去化缘 那第二个用处呢 就是路上看到死东西啊 就把它埋掉 那有一天呢 这两位师兄呢 就在这个路上 忽然呢 就看到一句死诗 一个呢 就口里念着阿弥陀佛 一边呢 就把他给埋了 那另一个呢 却扬长而去啊 看都不看 那有人就去问 他们的师父啊 你两个徒弟 都是开悟了的 那我在路上看到他们 那两个人的表现 是两个样 究竟哪一个是对的 那师父就说啊 埋的是慈悲 那不埋的是解脱 因为这个人死了以后呢 都是要变成泥巴的 那摆在上面呢 变成泥巴 那埋在泥土里呢 也变成泥巴 都是一样啊 所以说呢 埋的是慈悲 不埋的是解脱 那我们通过 这两个故事呢 就可以了解到 其中的这个道理 明白呢 这个金刚经啊 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因无所助 不应取法 不应该呢 抓住一个这个佛法去修 落在某一个点上 就先着了像 就错了 如果有人说 我什么都不抓 所以呢 我是真正的学佛法 那更错了 那有时候呢 也要认真啊 所以不应取非法 好 那接下来 以示异故 如来常说 如等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法上阴舍 何况非法 这一段呢 非常重要啊 佛呢 就吩咐弟子们啊 以示异故 从这个平常 教你们的这个道理 如等比丘 你们这些出家人 跟我的这一千两百个人啊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那我的说法呢 就像过河的船一样啊 法呢 就是木头捆起来的 这个过河的木牌 就是大家照片中看到的这一个 那一般呢 渡河呢 都讲船 那呢 它真正的这个名称 我们就叫做木法 那如果讲船也没错 我们呢 既然过了这个岸 过了这个河呢 就要上岸 对吧 那过了河呢 还把这个木筏 背起来走吗 这样的做法呢 只不过是给自己 增添一些 不必要的辛苦罢了 那背着 一只那么大的木筏 那么大的船呢 只会越走越累 那佛说啊 我的说法啊 都是方便 都是过河用的船 那你既然上了岸啊 就不需要船了 所以我所说的一切法 一切我所教的呢 都只是主法 只是这个真理的载体 佛法的载体 那我们如果明白了 就不要执着于他 那读经也是一样的 明白了之后呢 就要把这个经典放下 如法御者 这个是个比方 法上阴舍呢 意思呢 就是一切真正的这个佛法 到了最后 就要像过了河的船 都要丢掉 也就是说呢 在我们过彼岸的这个工具 这个媒介 这个载体 尚且要放下 非法呢 就更加要舍啊 这就是结论了 何况非法 何况一切不是法的呢 正法 如果最后呢 舍不干净啊 还是不能成道的 何况非正法 更不能着相啦 这里呢 佛就讲得非常彻底 那佛法呢 传到了中国 就常说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啊 那岸在哪里呢 需要回头吗 那当然不需要啊 因为呢 当下即是 现在呢 就是岸 一切当下 放下呢 岸就在这里 那 禅宗呢 还有一个公案 这个南淮景老师呢 他就有非常精彩的讲评 就是讲的有一个龙湖 普文禅师 那普文呢 是他的名字 他是唐朝 喜忠太子 是唐朝 第十八位皇帝的 第三个儿子 他呢 看破了人生 出了家 到十双 庆祝禅师那里呢 去问佛法 他说啊 师父啊 您可以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方法 怎么才能够悟到吗 这个师父就说 好啊 他就立刻跪下来了 师父啊 您赶快告诉我吧 师父用他的手指了一下 庙子前面的那座山 那叫岸山 那按照风水的说法呢 前面有个很好的这个岸山呢 风水就对了 那岸山呢 就好像贵人办公桌子 那个书桌 就是平安呢 以便呢 可以处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 还有呢 就是这个岸山呢 能够使这个血前的风啊 萦绕呢 更为这个稠密 那有助于呢 生气凝聚 就像呢 坐在这个办公桌椅上呢 前面这个桌子很好呢 就叫做岸山好 那他这个庙子 前面呢 就有一个岸山 非常好 那岸山呢 也有分很多种 有的这个岸山呢 就像这个比架 就叫比架山 那这个家里呢 一定是出文人的 那有些像 这个箱子一样的 就一定发财 那石双禅师呢 就讲 等前面的那个岸山 点头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 他听了这一句话呢 当下就立即开悟了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 你等前面那个山 点头的时候 会告诉你这个佛法 嗯 这才刚说点头啊 头一点 岸山呢 自由点头时啊 说一声 回头是岸 不必回头 岸就在这里 当下即是 等我们回头的时候呢 已经不是岸了 那也许呢 就有人会讲 金刚经 一切讲空 既然空了 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又或者讲 什么都不做 那可不行哦 什么也不做呢 是逃避啊 这里讲到啊 这个连善事都不可以着象 更何况是坏事 坏事当然就更不可以做了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七品 第七品 无德无说分 虚菩提语 鱼云和 如来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也 如来有所说法也 虚菩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 名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随者和 一切贤圣 皆以无为法 而有差别 好 我们来看看这句 虚菩提 云云云和 如来得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也 如来有所说法也 那讲到这里呢 佛就问虚菩提啊 你的意思怎么样啊 那你认为我一个成佛的人 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吗 那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啊 他的意思呢 就是佛陀的觉悟 佛陀的最高成就 这是佛陀呢 在禅定学上的这个伟大贡献 那用我们中文来讲的话呢 就是大彻大悟 那佛说啊 那你认为成佛得到 真正得到一个东西吗 是否真的成就了这个智慧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来有所说法也 那你认为我平常在讲经说法吗 他反问虚菩提 两个问题 虚菩提言 如我解佛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意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虚菩提就回答说啊 佛啊 根据我学佛的所理解的 所了解的这个道理 无有定法 没有一个定法 叫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无有定法呢 意思呢就是 没有一事一物呢 一定要用某一种这个名相 去指涉他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也是如此 并非一定要这样讲 或者是那样讲 如果说有一个一定的这个方法成佛 有个物质的话呢 是不对的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这个定法呢 就是固定的表述方式 或者是讲公式 是大家呢 皆认可的 普遍存在的这个道理 换句话讲呢 就是这种讲法 不单只是固定 而且呢 是为大家所接受 所印证的 比如 这个戒 定 会 八正道 七觉之 然后这个四念柱 四正情 四地法 十二因缘等等的这些呢 都是佛陀 常常讲的这个范畴 似乎呢 就已经成了定法 其实呢 所谓的定法呢 只是我们人心的这个执着 第二个问题呢 虚不迪的回答是 义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这句的意思呢 是佛陀所讲的这个道理呢 所提供的这个教导呢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呢 如来所讲的这个法呢 是不可以执取 不可以执着 也不可以呢 反复的讲 而将这种表达定型化 那佛的这个三藏十二部 这个金刚经 这样讲法 然后这个圆绝经呢 有那样讲法 法华经呢 又是一套说法 然后这个能言经呢 又有它的一套 所以说这个佛法 佛学啊 博大今生 通过不同的这个经典呢 各种的说法 佛陀呢 给了我们不同的启示 总的来讲呢 都没有错 都是对的 又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佛说法呢 是等于一个 大教育家的这个教育方法 它不是呆板的方法 所谓这个 因材施教 有时候 鼓励 爱我们的这个教育呢 它是教育 那有时候 骂我们的时候 它也是教育 公为我们的时候 是教育 然后让我们难堪呢 也是一种教育 总之呢 这些教育法的目的呢 是要使我们这个人的 这个智慧之门呢 打开 就对了 所以呢 说啊 无有定法 并非呢 一定要这样讲 或者是那样讲 这就叫做 无有定法 无来可说 那佛法在哪里呢 不一定呢 是在这个佛经上的 那世间法 即是佛法 那金刚经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些 所以啊 我们呢 不要把这个 学佛的这个精神 和生活 与现实人生分开 那本来 无所谓出世 也无所谓入世啊 就记得 这个南淮景老师 就说过 当年呢 就这个老前辈问他 以这个南淮景老师 这种程度啊 为什么不出家呢 他的回答就是啊 自己呢 从来啊 就没有入过家 世界上哪有个出 哪有个入啊 不出 也不入嘛 这些呢 都是外形 都是向来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好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意思呢 就是 佛陀所讲的这个 既非非法 既非非法 也非非法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如来所说法 我们也不可以抓住 我们呢 要是听了 这个佛陀 他老人家的话 认为这样就对 那可是不对的 怎么讲呢 这个佛陀的说法呢 其实呢 只是个方便 不可取 不可说 说的啊 都是第二 都是投影 真正的那个东西呢 是说不出来的 比如 我们讲 吃了一个 到非常美味的一道菜了 回来呢 就跟家人朋友 形容 多好吃 多美味 那美味的程度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好吃 形容了个半天 听的人呢 也觉得那真的是美味啊 但还是没有吃到啊 对吧 那我们说了那么多 然后百分之百的 形容出来 再怎么形容 那也不是当时 那个好吃的味道啊 感受不了啊 那佛法呢 也是这样子的 说得出来的 表达得出来的 已经不是他了 那道德经呢 也有类似的讲法 那开篇呢 就讲 道可道 非常道 道呢 可以说啊 但说出来的道呢 并不是永恒之道啊 那我们知道 道呢 是道德经的核心概念 它所代表的呢 其实呢 就是 其实呢 是究竟真实 那人的这个言语呢 所能表述的 都是相对真实 相对而已哦 那因此呢 这个永恒的道呢 是不可说的 不可说啊 甚至呢 不可思议 但啊 它确实存在 那道不可说 所以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说法 非 非法 也不是没有固定的说法 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 所以者和 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所以者和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什么理由呢 因为啊 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这就是回答了 那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先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 贤胜 不知道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 中文的习惯呢 经常就把 这个贤胜 这两个字 倒过来念 叫圣贤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对吧 那因为呢 我们 这个中华文化 无形中呢 就有个差别 这怎么讲呢 就是 这个 修养 学识 道德 到了这个 最高处 我们就称他为 圣人 那还在这个 修行的路上呢 我们称他为贤 这个呢 长幼有序啊 所以呢 把这个圣字呢 放在前面 然后贤呢 就在后面 但是呢 这里讲 贤胜 主要呢 是让我们知道 这个 修行啊 它是 循序渐进的 就是呢 已经在这个 修行的路上了 渐渐的呢 才修养 到达了 这个最高处 那再进一步讲的话呢 就是 这个佛法分得很清楚 所谓的 这个三贤十圣 修大圣菩萨道 就有十地 十个层次 叫做 十圣 这十地 菩萨上 上边就是佛 出地之前的 这个 修养 还有三十个层次 所谓 这个 十住十行 十回向 修养到了 那个程度呢 没有到达 十地果位的呢 属于三贤 那 十圣呢 十圣呢 就是 比如讲 这个 观音 文书 普贤 还有这个 地藏等等的 这些大菩萨们呢 才在这个 圣果位 这些呢 都是分类法 是后世呢 对于修行的 这个解释 那广义来 举例说明的话 一切 贤圣 既 无违法 而有差别的话呢 这个呢 我在 学校执教的时候呢 就收获了这个经验 就是 我在课堂上 讲课的时候 比如讲到了 某个课题 或者是哪一句话 然后坐在 课堂里的 这个学生呢 他们听的 这个感受 程度 都不一 这个理解 也不同 甚至呢 有许多的话 这个笔记 记下来 观念呢 也不一样 那变样很多 这就是说呢 我们人的这个智慧 和理解 各有不同 那也因此呢 才有各种的 这个宗教 各种的这个智慧的 这个差别不同 那我们刚刚的 这个课程内容呢 就有提到 这个佛法的 这个伟大 无论是 哪一个进入呢 都是通往 同一个大道 同一个目标 那因为呢 真理只有一个 然而呢 我们在路上的 我们对于 这个道的这个了解呢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千万呢 不要 只是 各执一端 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看看 这个无为法 什么叫做 无为法呢 这个无为法呢 其实它是 佛教的这个术语 是指呢 不会随这个 因缘变化 而出现 或者是变化 又或者是消失的法 就是呢 这个新经里面讲的 不生不灭 金刚经也一直在讲到 无来无去 非彼非辞 之法 这个呢 是众生 本质具足的 不依赖于 外源 而存在的 这个无为法 其实呢 是我们 要体会的 这个真理 也就是呢 世界存在的 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可以去改变的 而是呢 本来就是如此 叫做 本来面目 所以呢 叫无为 那么 般若波罗蜜多 新经里头呢 讲的这个 不够不敬 不增不解 就是无为法 他跟老子 所讲的无为呢 我认为呢 是挺相似的 那还有的呢 就是 这个无为法呢 是旧礼法 而讲的 也就是礼记 本来如是 那这个礼记呢 是天台中 讲的这个六记佛 那六记佛呢 意思呢 就是天台中 讲的这个佛 有六种 那我们现在 来看看 第一种呢 就是礼记佛 从礼上讲的 一切众生呢 本来是佛 这的确确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从礼上讲呢 礼呢 是自信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自信线的 自信就是佛 可是 如果我们迷了 我们就变成凡夫 凡夫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呢 加两个字 糊涂啊 叫糊涂佛 那我们大家 那我们大家 都是糊涂佛 是佛 迷惑颠倒 在人间 造业受报 就是糊涂佛 那第二种呢 就是明字祭佛 明字呢 是代号 是符号 有名无实 不是真的 那我们今天学佛呢 是明字祭佛 那第三种呢 就叫做观行佛 他是真有修行的 真的是行动起来的 那叫观行济佛 他是真修 真行动起来的 他烦恼习气没断 但是他真修 真的这个 依教修行 他学习 十三夜道 学习这个 三规五戒 学习六波罗蜜 真行动 真的是做到的 这叫观行 这个修行 观行的 有功夫 有观行的这个功夫 凡胜同居土啊 就是凡夫 和这个 为了度化众生 现身说法的这个圣人呢 共同居住的这个国土 这就是观行济 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 第四种 观行提升 功夫就更深了 到相似济佛 相似呢 就是很像 虽然还没达到 但是呢 很像 他修得很好 那为什么说 还没有到达呢 然后只是很像 那因为啊 他还有这个妄心啊 但是呢 他完全依照这个 经律论呢 来修行 修得很像 叫相似济佛 那么再提升 就是分正济佛 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那我们一般讲 这个转凡成圣 也就是阿耶识呢 转成这个四字 不听 这是什么人呢 那还原经 这个原教 出注以善 这是法身大事的 叫分正 是因为呢 他还没有正的圆满 还有的呢 就是分正济佛 在这个原诀 从出注到等诀 41个位次呢 41位的这个法身大事 都是分正济佛 没有圆满 圆满呢 只有这个 妙诀位 圆满的叫 这个妙诀佛 究竟佛 再上去呢 就是圆满了 究竟济佛 那天台大师呢 给我们讲 这六种佛呢 我们人人啊 都是其中的两种 那普遍来讲的呢 都是一种 就是理济佛 从这个理上来讲 一切众生呢 本来是佛啊 这一点呢 绝对没有错 也不是假话 可是呢 从迷了之后呢 要再修回去 那个是有阶段的 那如果不是真修 真行起来呢 就是明自济佛 就只是有名无实啊 那古大德呢 就常常讲啊 明自中人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修行 没有功夫 没有修得好 那我们在什么位呢 就是明自卫啊 有名无实 明自卫呢 就是呢 依然呢 是在六道里轮回 换句话讲的 就是三途苦报 是免不了的了 那到了这个观醒呢 才可以说 不会剁这个恶道 因为他真修啊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到 修行呢 它是一步一步的 趋向无违法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就有阶段性 有不同的成就 不同的果位 也就有差别了 一切贤圣 一切的修行人 他们的这个技术呢 就是呢 在趋向无违法的 提振过程之中呢 所体现出来的 这个不同距离 这个修行啊 有深浅啊 体会也有深浅啊 通过这个修行呢 一步一步去达到 圆满的这个境界 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差别啊 就有阶位了 所以呢 佛陀的法 不是讲的 而是修的 在修的过程中呢 才会看到 我们自己的成长 这就是这一句了 一切贤圣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那佛法很伟大 那除了以上 我们提到的呢 我们都知道 这是佛陀 他呢 不否定 自己以外的这个宗教 佛法呢 是承认 一切的这个宗教 一切的这个大事呢 还是到了这个 怀言境界的 只要呢 是做好事 做对的事 这一点呢 终归是对的 所以呢 一切贤圣啊 这个罗汉也好 菩萨也好 你也好 我也好 他也好 谁都好 对于道的这个了解呢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那么耶稣的道 然后这个佛陀的道 然后莫罕默德的道 然后孔子的道 老子的道 哪个才是道呢 哪个道大一点呢 哪个道又小一点呢 那说到底呢 真理只有一个 不过呢 佛经呢 有个比方 比如 虾子摸象 各自一端 那摸到了那个象的耳朵 就认为象是圆圆的 那摸到尾巴的时候呢 象就是长长的 所以呢 一般讲这个 虾子摸象呢 各自一端啊 都是个人主观的这个认识 以为呢 这个是道 哪个不是道 那学佛的人呢 不应该犯这个错误啊 因为呢 是无有定法可说啊 所以呢 真正的这个佛法 包含一切 一切贤圣啊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真理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不过呢 如果我们呢 只认识到真理的一点点 认为呢 这一点才是对的 其他的都是错的 这当然也是不对的 真正到达的这个 佛境界呢 是包容万象 否定万象 也建立了这个万象 这就是佛境界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回呢 我们就要进入 第八品了 那金刚经 接下来的内容呢 我们在安排 其他的时间呢 跟大家 继续一起来探讨 大家如果想知道 接下来 虚菩提 跟这个佛陀之间 还有哪些对话 就期待我们 金刚经下一讲 让我们继续 一起来学习 佛陀的智慧 学习 佛陀留给我们 无上的正知正见 最后这里呢 我想借此机会 向这个佛陀 以及圣贤 各位老师 还有 善知识们 致敬 因为他们的这个 守护和传承 我们今天呢 才有机会 接触这些 宝贵的经典 那也谢谢大家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那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 交流的时间 大家对于今天的 这个读书会 有什么收获吗 又或者 哪个部分 对你有所启发的 都欢迎和我们 一起来分享 那这里呢 有个小提醒 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呢 可以先大声的 说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才开始分享 好 那我就把 这个时间 交给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 首领老师 特别精彩的 分享和解读 今天的 这两品 对金刚经 这两品的 这个解读 也是让我觉得 受用特别的 大 这里呢 我就 向首领老师 说一声感恩 这边呢 也把这个时间 交给我们的 朋友们 大家有任何的 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 心得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进行一些探讨 谢谢 好 如果没有人分享 那我这里想 做一点点的补充 有人要分享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做一点点的 补充 就是 关于这个佛陀啊 他反复提醒我们 不着相 就算成了这个佛 悟了这个道呢 也无所谓的这个悟 那假使有一个人 一个无上大道的这个境界 有一个这个无上大道的这个观念呢 那悟了道存在心中 这已经不算是道了 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的 那这就是和我们之前呢 就有讲过的 就是呢 自己做了好事 然后呢 就一直将这件好事 记在心中 这个道理呢 是一样的 那再来呢 就是 讲到这个佛的所说法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意思呢 就是没有一个 这个固定的方法 那这个后世的佛教呢 里面就有这个显教 然后还有这个密宗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 各宗各派的这个说法 执着了任何的一种呢 认为 他是真正的这个佛法 都是不对的 因为呢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金刚经呢 就讲得很明白了 那么然后这个 法华经上呢 也有讲 一切的世间法 皆是佛法 那很直接明了 那世间的这个一切法呢 皆是佛法 那法华经上呢 也有讲 这个一切自身产业 皆与这个实相 互相违背 并不一定呢 说这个 这个脱离人世间 或者是脱离家庭 然后跑到 身上 身上人庙去修行 去专修 才是佛法 这个自身产业呢 就是 谋生 大家谋生 这个工作啊 做生意啊 等等的这些 各种的这个生活方式 皆跟这个实相 互相违背 和那个 基本的这个 行而上道呢 是没有违背的 并没有两样 这是法华经上的 这个要点 明言 那所以呢 这个 法华经成为 这个佛法的一圣法门 入世法 出世法 平等 非常的平等 他所这个成就的呢 都是一样的 至于说 成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修持的这个方面呢 有难 意的这个不同而已 这也就是 无有定法 无来可说的 这个重点 那这个 佛呢 引申了 这个观念呢 又在讲说 无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等于呢 这个佛陀啊 自己呢 就把他平生 49年的这个说法 做了一个否定 那实际上呢 我们都懂 他不是否定 反而呢 是一个肯定啊 他所讲的 这个各种法 各种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不能执着 执着了他 任何一句话呢 就是不对了 所以呢 说这个 不可取 不可说 那如果 照这样子讲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来讲 这个金刚经 已经是犯了这个 基本大戒了 就是不可取 不可说啊 这是呢 自己慧之于心啊 就对了 那佛所说的法 如果认为 有个法可得 有个法可取 那就是错了 那如果认为 佛说的都是空的 无法可取 这更错啊 所以呢 说非法 也非非法啊 这并不是说呢 非法就是对的 不执着呢 就是对的 如果有人说 我这个人啊 什么都不执着 那我已经是执着了 执着了个什么呢 执着了一个不执着 所以说 非法 非非法 好的 苏林老师 这边有一位朋友 他刚刚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聊天框里面提了一个问题 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问的问题是 不同宗教对真理的这个分析 有所不同吗 然后呢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有地区和环境的因素所影响 对此的话 你有什么见解或者回应吗 好 很好 这个谢谢你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很好的一个问题哦 这个呢 答案呢 其实在第七品 刚刚我们就讲到了 就是这一句 这个 结以无违法 而有一切贤胜 最后一句 一切贤胜 结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就是 刚刚我们也讲到 就是 大家的 程度不一样 理解不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 所以呢 才会有这些 不同 我们看到了有所不同 其实不是说 你对 我错 或者是我对你错 没有人错 只是 每一个人的 可能 他的开始不一样 他的背景不一样 都有可能的 就是这一句 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差别 每一个人的 理解不同 所以呢 才会出现的 这个 不同 这是主要的因素 那当然的 这个地区 还有这个环境 因素 都有可能啊 都是有可能的 好 这是我的 回答 希望呢 有回答到你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刚才我讲的会比较快的话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男友孔教会的这个脸书 或者是YouTube 去 这个回听 然后如果有这个 陈老师 华信 不好意思 我想请 请教个问题 请讲 陈老师好 我是陈永杰 也是那个我们南洋孔教会青年团的成员 我在上海 你好 陈老师好 对 我刚才听到您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孔子的两位学生 去对面 去借粮食 然后 有时候需要较真 有时候不需要较真 它分别 代表了什么意思 因为我这个悟性比较差 我想再 能不能再深入的聊一聊 谢谢 好 不会不会 每一个人 就是刚才我们讲回 这个孔子的这个故事嘛 就是 什么时候要认真 什么时候不认真 这个呢 其实 它就是有一个 怎么讲呢 它其实 你说答案吗 它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 或者是要那样子 才是对 还是不对 其实呢 刚才主要的 这个故事带出来的呢 是在讲说 我们人呢 有时候这样做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 去思考 有时这个时候 对 就是价值观的 这个价值观的不同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呢 要把它 纠正来 所以我们在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就 会比较 做对的决定 就是刚才有讲的 就是什么时候要真 什么时候要假 什么时候该着相 什么时候不着相 其实 像这个经典的时候 我们就要认真的对待 认真的去学习 像 如果是说 在别的地方 可能 在 不正确的时候 什么是不正确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去 去学了 经典里面 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所以当我们 学了经典之后呢 发现这个是 这个是 才是真正 我们应该要学的 这个价值观 才是正确的 所以呢 当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通常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呢 都不会是错的 所以 所以是说 虽然说 虽然说我们没有说跟 不能着相经典 对吗 就是完全经典讲的就对 完全就是这样子了 不是又完全 又不能说完全 只是跟经典 然后就 造成变成是读史书 那一种 所以变成读史书 所以 该 该学习的时候 这个经典 我们就去认真的看了过后 然后再 回到生活上面的时候 通常啦 这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 就是 以前呢 如果还没学习经典之前呢 就这个也对 那个也对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可是在了学习 这个传统文化 学习了经典之后呢 我很确定自己 就是做了这些 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会比较有信心的 所以呢 我是非常鼓励大家 学习经典 学习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就是你这样 进一步的讲解 让我更加的明白了 也回想我自己的故事 其实 我是受那个 冯少明的影响 然后才逐渐对 这个中华文化的 更多的这个经典 包括论语 史记 这种 我会静下心来去花 好多年的时间 两到三年的时间去 去读这些经典 然后你会心特别的 就像你遭闻到 息死可以 突然就会常常 又会有这种感想 然后你刚才的讲解 让我也有这样 回顾我这样一个历程 也真的非常受启发 另外我想请问 那个着相是不是就代表的 就是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学 这个着相是不是代表 就是感到是有点羞愧的意思 这个着相呢 其实是 我们 对一样东西太过投入了 投入到呢 无法自拔 就是说我们已经 比如说我很喜欢这样东西 我喜欢到呢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就是 就是要这样 没有人可以管我 就变成你就会有很多烦恼出来嘛 就是 你会去追 追寻追求这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 谁人欠你 也没有办法 我就是太过执着于这一个 就是 你已经 你的心也已经堪入进去了 然后呢 你就出不来 好像我的那个书写方式 对吗 是那个着相 不是不是 着相的是 这个着手的着 哦 着手的着 不是那个昏肘的着 不是昏肘的着 是个笔物吧 是的 相貌 对 这个 对 是的 对的 因为呢 就好像我们说 这个着相 就是 投入进去了 然后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变成 你太过执着于这些东西 你就会 不管 不管 就是说 不管任何的 这个付出任何的代价 都会去 去找 这也是不行的 可是如果 我们不着相就好像 我们不专心 不专心上课 没有认真 不认真 不投入 这也不行的 明白 谢谢 是的 好 感谢各位的精彩的讨论 还有大家 还有大家 有哪位朋友要发表你的体会的吗 或者心得 或者你的一些感受 好 那个苏林 可能我这边在谈下我的一个体会吧 就是刚刚我就是在听你的解读分享 特别是谈到那句话 就是说法如伐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这句话使我给我的体会 给我的这个影响 给我的这种心得 我是觉得就跟那个在此处的经典当中所说的一样 我们平时在学习 在生活 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可能已经自认为自己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些方法 一些方式 可能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些方式 这些做法 这些路径是正确的 你怎么会 不由自主的可能就会依赖于这种方式 而且会认为这种方式可能会 应该是放置视海而皆准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 不同的情况 变化之后 可能你原有的这种 旧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情况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果断的采取新的方式 然后探讨新的路径去解决问题 因此我在 就刚刚听您的这个导读 这点感受特别深 就连这个法的话呢 法上去也不可以执着 就好像用木法渡河 渡了河之后 这个木法叫舍弃一样 哪怕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对之前 对之前的情况 比较有效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尚且要舍弃 不要执着 更何况那些 本来就不正确的方式呢 这是我这个体会了 很好的体会啊 很好 因为就有时我们会以为说 不好的就不做 好的就不做 就反而我们就会跌入另外一边 所以金刚经就是在教我们 不要这样 也不要那样 就是不要 就是走中庸之道了 但中庸之道呢 还有更深入的去讲 非常的 很好的体会啊 我觉得 好 感谢苏林老师 大家还有别的什么疑问吗 好 这位朋友又提问了 他问那个 真理和价值观的差别在哪里 这是否都是人们所追寻的这个路径 好 也是一个好问题啊 就是 OK 我们先讲真理 真理呢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真正的这个道理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讲的就是对的 你讲的也是对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真理呢 那要知道真理呢 我们从经典里面 就可以知道 那学习经典呢 是要深入的去学习 那不是只是 好像 只是浅浅的这样过 这样我们就不会知道 什么是真理 真理呢 如果你说 佛陀讲的 解脱 到处是解脱 到处是过关 那如果是西方的这个讲 这个基督 耶稣讲的 要 就是到天堂去 对吧 要 到这个 我们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讲说 要到这个天堂去的嘛 是吗 其实呢 大家的向往呢 都是 传统文化里面呢 就是已经有 解释得很清楚了 所有的经典 都有在讲 这些东西 所以 要知道哪一些 道理是真理 我觉得 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是 继续再讲下去 也是 每一步的循序渐进 那如果 继续参加我们的这个 南洋孔教会的活动啊 就会 越来越深了 一起走 一起走 那如果是这个价值观呢 价值观其实就是价值的判断 我的了解 就是价值的判断 就是说 你觉得 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刚才的 那个孔子的那个 决量已成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 我去讲 这个真 因为你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要做什么判断 什么时候呢 要做什么 这个决策 所以要看 当下的情形 那如果你 你要你的价值观 是正确 我们要我们的价值观 是正确的话 当然了 还是 也是回到 刚才的那一个 那个课题 那个什么答案的 就是要继续的 继续在学习 然后呢 我们的这价值判断 就会 少走愿望路了 就是价值判断会更正确 这样子 那如果 这都是人们 追寻的途径吗 这个问题 是好问题 那每一个人都想要幸福 都希望 自己是向好的 向善的 对吧 所有的宗教呢 都是教人们 向善 向好 所以呢 都是 人们 追寻的途径 是哪一些呢 其实答案呢 都已经 不知欲处了 好的 感谢 苏林老师 精彩的 这个回应 好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 别的问题的话呢 这边呢 我们就再次 向苏林老师 表示感谢 感谢今天的 这个精彩的 这个导读 我们都非常期待 因为已经 差不多隔了 大概大半年了吧 能够再次听到 你对这个金刚经的解读 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荣幸 好 我们也再次期待 那个苏林老师 下一次的 对这个金刚经的 这个导读 好 这边我在做一个宣传 咱们读书会的 下一次的活动 将安排在 下个月 7月9日 就是两周以后 是一个星期六的时间 我们下次的活动呢 会请张松老师 来为大家导读 朱熹的 这个经典的著作 诗集传 诗集传呢 是朱熹对这个诗经的 解经的一个具有经典 经典的一个代表作 欢迎大家来出席 下一次的导读活动呢 我们会做一些尝试 我们将会采取这个 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 会打算呢 在南洋孔教会的会所 来进行现场的导读 但同时呢 我们也会安排 这个网上 Zoom的这个直播 到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 相关的这些详情 会我们进行 宣传和分享 感谢各位关注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导读 就到此告一段落 最后呢 我们有一个活动 请大家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就打开你们的镜头 我们来拍一个合影 谢谢大家 大家打开摄像头 让我们 谢谢华静 谢谢陈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的参与 希望下次都可以看到 一次都可以看到你们 好